嗨,大家好,我是NICO 這一次我想要與各位分享 童星星球的兒童遊戲潛能開發的產品喔 而且是在歐美熱銷品牌 大家應該都知道國外的家長 對於小朋友使用的東西都是非常講究的喔 童星星球是台灣唯一的代理品牌 而且所有商品都是安心無毒、品質保證喔 產品除了這次要介紹的英國超輕無毒黏土以外 官方網站還有很多熱銷的產品 類似彩色筆、兒童水洗蠟筆 還有彩繪手指、畫套組等等 超多項商品等著各位家長們去挑選喔 孩子天生就是愛玩 很多媽咪都會擔心孩子不會捏 蛤?會不會捏不好呢? 其實透過適當的引導 你的孩子也可以做得很好喔 而且也可以很享受的捏黏土的樂趣 捏黏土玩黏土對幼兒的好處有 讓小孩子從小動動你的手的習慣 有助於智力發展還有手眼的協調能力喔 透過捏、揉搓、貼、感、壓等這些動作 反覆的練習可以讓小朋友的大小肌肉群 充分的運動到喔 對日後的握筆寫字是非常有幫助的 在捏縮的過程中呢 建立孩子對於平面還有立體造型的觀念 激發孩子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還有喔 對顏色的色彩配色的觀念還有培養美感 和黏土安全是軟硬度適中喔 而且讓小朋友的自由的塑形 自由自在的變化 可以創造出各種不同的造型喔 在創作的過程中可以找出各種不同的玩法 做出不同的造型 孩子的臉上是洋溢的笑容快樂的那一種氛圍 那內心呢就可以充滿無限的成就感了 那從捏的過程中呢也可以培養對這件事情的觀察力 那這一次呢我給咪咪的是黏土創作套族 是冰淇淋的冰棒主題 它是有青黏土的設計材質 手感非常的舒適柔軟 而且風乾是不會裂開的喔 總共有24色的繽紛黏土加上工具組五件 它呢不黏手也不掉色 所以呢基本上它都是全部用環保的安全原料製成的喔 裡面有附上教學可以引導孩子 慢慢一步一步的完成作畫 玩筋子呢對於孩子有非常多的好處喔 這一款呢是環保印刷是無油墨的氣味 所以非常安全 還有特別為孩子設計的還有顏色的飽和度 主要一整套族呢有60張的 那也涵蓋了多種的圖形喔 三原色作為底色啟發兒童認知色彩 那在於減脂的方面呢可以大量的運用上肢啊 就是例如肩部手肘手腕的這些動作 讓它變得更穩定 那在手部手掌肩的小肌肉呢得靈活度提高喔 那也精準的也可以提升手眼協調喔 那在未來的日子裡那使用筷子啊扣扣子 還有運別能力也可以提升喔 這個安全剪刀呢它是完全是無刀片的 沒有任何的刀片 所以呢在剪紙的時候啊 建議不要用從肩部的地方去剪 因為呢如果它遮起來的話 紙會變得比較厚 那紙變得比較厚的時候 我做個示範喔 可能就沒有那麼好剪 就會可能會這樣彎彎的這樣子 剪不太下去 放大畫面給你們大家看 就是可能會這樣彎彎的剪不下去 所以會建議大家用這個 靠著最底部的地方去剪 最底部的地方去剪 這樣就剪得下去了 這樣子看得懂喔 所以呢有一些地方啊我建議就是 使用安全剪刀的時候 都是用最底部的地方去剪 這樣子比較好剪 也順便提醒各位家長們啊 可以引導小朋友 盡量是以剪刀的最根部的地方 不要用前端尖的這個地方 真的比較不太好剪 尤其是紙有折起來的時候 紙會有一點厚度喔 所以呢要跟各位 爸爸媽媽特別提醒一下 所以呢其實安全剪刀啊很好用 他沒有不好用但是用途 還有你的用法要用對喔 這就是安全剪刀必須要注意的使用方式喔 不會吧 說得好嗎 說得好嗎 如果你有甚麼 等一下